郭文貴議員 雖然上個禮拜有幫的國際援助 但是真正民眾還是關心的是 什麼時候可以打得到疫苗 疫苗要怎麼打 還有要打什麼樣的疫苗 那我們要求這次在朝野協商的時候 要求行政院應該進行相關疫苗採購的專案報告 或是書面報告 提出相關的進度時程跟後續的準備工作 第二個 疫情指揮中心 必須要提出疫苗取得後的後續配套的措施 跟政策的規劃 讓國人能夠安心 第三 針對國產疫苗的採購 這個中間的過程應該公開透明 受到監督 也要公布相關研發的期程跟合約的內容 讓國人有資的權利 第二個 針對防疫的問題 民眾黨團堅決主張離島入境快篩 阻絕疫情不入島 第二 提升科技防疫的能力 包括現在的實聯制 各支的保護跟後續疫苗預約的平台 其實都是必須要準備的工作 第三 盤點前線相關醫療的資源 讓台灣的防疫工作更加穩固 我想這個前線的這個醫護 還有這個防疫的人員 他們相關的這些 防疫的資源跟相關的配置 還有相關的津貼 我們都應該優先的來去配置 國家要給他們最強的後盾 第三 針對紓困的問題 其實針對去年紓困的時候 相關行政的程序繁複也發生紓困之亂 昨天晚上 相關老保局的網站也被我們這個 這個自營工作業者 自營 業者的這個相關的查詢資格的部分 來去塞車 我們認為行政院應該要盤點納入民間的意見 並改善相關的問題 減少這個繁複的行政流程 全部改為線上申請 減少群聚感染的機會 重優 重數 重寬 重減 第二 對於去年獲得紓困的產業 我們要檢視這次預算的合理性 避免的重複 並盤點後續立社復甦的相關的經濟的問題 更要讓紓困4.0可以真正保護到 弱勢的商家勞工跟相關的租屋主 第三 今年的疫情 相對去年來講 更加的嚴峻 對民生產業造成的劇烈衝擊 我們認為行政院應該要擴大這個紓困的範圍 所以要研擬所謂排富發現金的相關的政策 來普惠更多的這個民眾 那目前國內的疫情嚴峻 各界對於疫苗 因因期盼 百工百業經濟蕭條 紓困4.0破在眉睫 希望下週立法院的臨時會 能在遵守防疫的原則下順利舉行 朝野一起努力 全國疫情一心 共同撐過這次疫情 謝謝 謝謝區委員 繼續請蔡委員必如發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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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謝謝